由潘月明和王欧领衔主演的《新居之约》 讲述阳光和陈希之间兜兜转转的爱情故事 该剧马上就要接近磊声了 随着最新剧情的播出 发现打倒陈希和阳光感情的不是景与恒 而是琐碎的日常 陈希的妈妈早就劝说过过陈希 放弃阳光 两人的生活差距太大了 可是对陈希来说 对自己更重要的是精神的契合 装修理念的契合 而不是把业主当傻子 自小生活优越的陈希 不会被生活所束缚的 当阳光为了省钱 几乎两三天才会换一套衣服 而陈希从来不担心自己的生活 每天非常精致 基本上每次都是豪车出现 穿着名牌 看不惯赢家的所作所为 陈希放弃了更好的平台 选择了和阳光共患难 那么和阳光共患难后 陈希付出了什么 首先就是被人陷害 影响声誉 以前陈希是大名鼎鼎的设计师 业界顶级的设计师 可是在和阳光在一起的时候 陈希被景宇恒所在的赢家陷害 被媒体诬陷成抄袭 这也导致陈希的口碑直线下滑 其次可以是生活质量直线下降 在自己家 陈希吃饭至少七八个菜 家里是别墅 豪车 要多优越就有多优越 在跟阳光合作之后 陈希的生活质量下滑 除了要接受男朋友 阳光接不到工程四处求人外 还要面对刁难的业主 卑微求工程 最后就是要接受 以前最不能接受的事情 曾经在赢家 陈希最痛恨的就是无良商家 为了自己的利益欺骗业主 可是跟着阳光之后 陈希发现阳光是越来越穷 明明每次都有工程可以做 但总是被有心人陷害 让阳光有理说不清 财富积累更是让人失望 钱没赚到 口碑也没好转 阳光成也在好 败也在好 对于阳光的好 真是一把双刃剑 他的这种好 对于普通人来说太不容易了 阳光自小就是孤儿 但是阳光没有放弃生活 反而过得不错 师父算是阳光的恩人 所以就算师父去世了 阳光也一直照顾师父的妻子和女儿 即便是宋小雨跟他要一两万 就为买个包 阳光也欣然答应 不光对师父 阳光对装修队里的其他人也特别好 念着福根书对他早年的好 于是主动承担了福根书的债务 要知道福根书把自己的资金 是打赏给了一个女主播后才逃跑的 如若是其他原因 倒也能接受 只能说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 阳光能这样大包大揽 确实是有点太过善良 阳光团队中还有一个人 就是老四 从一开始老四的目的就不简单 但是阳光始终觉得老四对自己早年挺好的 就一直把他留在身边 结果老四在景宇恒的挑唆下换了阳光的涂料 这件事情后续给阳光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 这一切的一切让人觉得阳光太好了 也正是因为这样 晨曦才会认识他 爱上他 可是这样的阳光又太让人心疼了 阳光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承担了别人应该承担的责任 纵容别人 福根犯错应该让他自己承担责任 而不是一味的逃避 宋小宇从毕业之后就一直好高骛远 想着棒大款 阳光若是不是一味的同意他的请求 或许宋小宇不会有今天的后果 当然宋小宇的结局和阳光没有关系 若是阳光一开始就拒绝宋小宇 两人只是亲兄妹 那么后边景宇恒还会利用宋小宇吗 对于阳光的这一切一切 陈希受不来了 陈希从来不在乎阳光和宋小宇之间的拉扯 他相信这是景宇恒的阴谋 可是他心痛不知如何抉择的阳光 两个人在一起时不断磨合的 要是阳光一直改不掉这个臭毛病 对两人都不公平 为了冷静下来好好想想 陈希甚至决定要和父母一起去旅游了 他对阳光的烂好人很失望 希望阳光好好想想自己的所作所为 每个人都知道阳光的烂好人 对自己而言太委屈了 但是从来没有给阳光说过 反而是女朋友给他说的 这对阳光不仅来说是人生的震撼 暴击更是从头再来的良药 或许他应该真正为自己而活了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